说到神盾舰,大家肯定会想到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大型舰艇 但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艘世界上最迷你最小巧的神盾艇 据环球时报报道,近日中国下水了一艘世界领先的无人神盾战斗艇 研发单位表示,该无人艇已经可以投入实战 据资料介绍,该艇长度15米,排水量20吨,航速42节,航程500海里 采用隐身上层结构和模块化的武器设计 其舰桥上整合了四面有源相控阵雷达 今年2月,这艘无人作战艇曾在第14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上亮相 中船中工的一名代表告诉媒体,该艇在防务展期间吸引了许多国家军方代表的故意 浙江宁博的网友星星侠提问 这种迷你的无人艇在战场上有什么用途 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艇上安装四面阵雷达呢 这个艇呢,它应该是一个多用途的艇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原理样体 投入实际使用的时候,会根据需要强化它的对空、对海、反潜 这样的各种不同的功能 所以说呢,它在海战当中应该是一个应用广泛的海上的多面手 至于说这个所谓的四面阵天线 我们知道呢,像这种的相控阵天线它有很多的优点 当然也有缺点 缺点呢,就是技术比较复杂,太贵 但是实际这个技术呢,在我们中国今天已经是相当普遍了 这种无人作战艇能否为未来的海战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呢? 肯定它会对未来海战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个关键是要看它使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要给它设定 或者想象出各种的使用的创意 比如说,使用这种风群战术进行大面积的反潜作战 比如说在狭窄水溢的对舰、对岸攻击的风群作战 那么这样的无人艇的大量使用 它都会对海战的模式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变化